看一下就是如果说今天我刚刚部分是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特别是如果你没做错应该会显示出来 那如果说你希望是手机范围 范围的话就是说选了之后不要选三个 选一个就好了 这样的动作比较快一点点 但未来你可以选一整一整串 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是只有三个的话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把它切开 他给我三个那我必须要把它手动切开 切开之后呢他给我一个 那我要切开之后变三个 这怎么做特别主要这个概念是可以这样 就是我的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把这个东西先丢给一个变数 丢给什么变数呢丢给个A A这个变数呢收到之后他其实虽然收到是一个阵列 可是他怎么切割呢 怎么把它分成三个 这个概念有点像是 Sales 刚刚有一个列跟一个蓝的概念 我们Sales后面不是有什么几列几蓝吗 那实际上这个也概念差不多 他用A来表示如果是第一个的话 那我一样是A里面的第一列 特别主要先列 再蓝 所以用这个来表示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的话当然同理可证 E 0.2嘛 OK第二了 第三个当然就是变三 好那有个这概念之后呢我要怎么改写 其实直接可以拿什么 刚刚这个来改 所以Ctrl C 一下 如果你要改写的话Ctrl V 那这边的话电信业者这边就直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跟他要一个范围 特别注意那个名称也不能一样 所以叫手机范围好了 OK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名称不能跟上面一模一样 在VPA里面他不允许一样的名称的程序 OK所以再来记得返还的话 一样也要返还给自己 那自己的名称这两个一定要match 你不要像之前有同学改了很高兴 最后这个忘了改 所以一回来 其实为什么没有东西 因为返还 结果本来应该返还给自己 就返还给上面的 那他上面当然接不到啊 一定要这个名称要改 再来这个电信 那再来因为他丢一个东西给我 那我用什么接 用A来接 这个A的名称 不一定要叫A 只是我习惯变数名称自己取个叫A好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他给我的东西 记得是后面丢给前面 后面丢给前面 所以特别注意 VPA的规则一定是 后面丢给前面 那这个等号 其实基本上 你不应该用那个以前的什么 就是等于什么的意思 他应该叫赋予 赋予了 意思就是把后面东西 赋予给前面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传给前面吗 OK 反正就是应该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 被以前那个数学的概念 跟这个混在一起 然后一直觉得不太习惯 记得后面东西 所以使用者会选一个范围 选了就丢给A 那A接收到之后要把它分割 因为它里面虽然一个 可是要把它切成三个 那怎么切呢 电信业者是用什么呢 A挖壶第一之一 因为选了之后 其中的第一个 就电信业者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 那当然就是Ctrl C 这边怎么样 把它贴上 这边改成2 这边改成3 应该懂我在改什么 OK 好 就我刚刚讲的 这个 就是选的那个区段的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那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 那以此类推 如果你有很多列 也是以此类推 有没有 但是如果太多的话 可能还要配合回圈 去帮你处理 不然的话 你可能要写很多 蛮复杂 不过这个可能我想 你先了解一下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做完之后 来试一下 范围 做完了 插入到这边 多出来 这个没问题 按确定 所以确定是有方选 叫手机范围 第二个手机业者范围 选一下 选过来之后 因为我是给它一个范围 一个丢过来 你必须把它切开来 谁去切 所以这个东西先丢给A A再去切 切完之后再把它串串串 串完之后 再丢给手机范围 这个函数 它再丢到哪里 丢到这里 OK 所以最后的话 按确定 结果没有问题 点两下 完成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做完的话 看到的就类似像这样 Visual Basic 这里 主要是这个地方 用范围的方式去做切割 这个当然最后也有 我们刚刚看到的 程式在这边 请各位再自己 自己再看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 那个自定函数里面的 那个手机范围 范围部分